对 好 刺刺 刺刺 虎头 记住了 他就真可爽 我的孩儿真聪明 来 再来 再刺 好样的虎头 虎头 来 小虎头 真乖真好 来这个是给你的啊 来拿着 乖 来 爹爹的小虎头啊 小虎头都会刺坏蛋了 比爹爹强多了 亲一下 亲一下 都当爹的人了 怎么还跟孩子一样 亲一下 亲一下嘛 他看不见的 看得见 没事 看不见 看见了他也不会懂的 亲一下 快点 快点快点 回小宝接纸 好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朝廷平定三番 论功行赏 以二等通知博为小宝 举荐大将 建立书勋 哥 星条 都会邁击 客人 里面 大族 宁 万一 高兴 康 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是陈�媛媛啊 不知道她的下落 不知道是在乱军中被打死了呢 还是逃走了 可惜啊 太可惜了 那是那是 伟大人 兄弟就不打扰了 去吧 赵凉栋要是掳了她 知道是我的岳母 自然会送到通吃岛上来 让她和阿柯团聚 她母女团聚也不要紧 我们岳母女婿团聚 可大大的不同 别的不说 但是听她弹弹古琴 唱上圆烟曲 方方歌 当真非通小可呀 丈母娘是不能通知的 不过女婿看岳母 蝉嫌吞度落 那总可以吧 这是这么多东西啊 这些东西啊 哇 确实啊 宫里来人了 宫里来人了 这么多东西啊 太宝那是宫里送来的 你看 小宝 宫里来人了 是啊 怎么回事啊 是不是皇帝哥哥来了 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 来 阿柯 拿点 拿点 快看她 哇 哇 哇 怎么了 大事不妙 五三桂这老贼 被皇上给平了 可是你娘却下落不明 最后的请问 就这样 我说 我是 脖子 不然 看 这 是 这位胡伯伯 是最规矩老实不过的 你以为全地下的男人 都跟你一样啊 尽到女人 便勾勾搭搭搭 搅搭搭 来来来 我们俩搭搭搭搭搭 来来来 为虎头为云齐味 来来来 别躲呀 来来来 我们挪挪抱抱 我们够够搭搭 来 该读书了 我看呢 孩子们该去读书了 把孩子都抱过来 抱过来 我儿子呢 你儿子 你儿子 别动了 皇上是九五之尊 谁敢跟您讲对等啊 咱们大清还真有个人 天不怕地不怕 敢跟朕交朋友 而且处得还不错 他拿朕当朋友 朕要拿他当朋友 不能说完全对等 但是几分总是有的 皇上 这个人胆子可够大的 你能猜到他是谁吗 皇上说的是 鸟生鱼汤那位吧 没错 就是任根妈妈的鸟生鱼汤 好吧 今天就到这儿了 歇了吧 那奴才下去准备 皇上就先歇吧 奴才告退 鸟生鱼汤 鸟生鱼汤 走 走 又说了 这几年 皇上连续给我封官 连我儿子为虎头 都给封了个云旗位 看来皇上还在惦记着我呀 他把缴获吴三桂的宝物 大理石屏风 都给我运到了通吃岛来 皇上对我可是仁至义尽了 我为小宝算个什么东西呀 居然能让大清皇帝如此的宠幸 我为小宝算个人 你耍赖皮 谁耍赖皮了 就是你耍赖皮 赖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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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去了 原以为逍遥自在的生活 现在却怎么也提不起劲来了 如今吴三桂已平 仗也没得打了 可天下除了打仗之外 好玩之势甚多 只要到了人多的地方 自会有热闹发生 可现在也只有想想的份了 传师郎将军敬见 传师郎将军敬见 微臣师郎叩见皇上 快快请起 说说 台湾那边情形怎么样 甭告皇上 微臣奉旨率重将士收复台湾 郑克爽和冯夕范已弃城投降 郑克爽属下舰队 已被我朝廷收编 好 太好了 朕要封赏你 赐你为三等近海侯 谢皇上恩典 起来吧 其实你要谢的可不是朕哪 这次你出师立功 可知是得了谁的栽培提拔 自从你来到京城 谁都不理睬你 是谁宝具你的 回皇上 那是为绝也宝奏提拔 皇上加恩于微臣 你不忘本这就是了 帮小来 帮小 continued 那是可以试录的 我认为这会很夠奇 帮小来 直播 帮小来 所以我站到了 谢谢 佛 第三人 老子实在是受不了了 必须离开通知岛才成 可七个老婆 三个孩儿 寸步不离地跟着 便如是十块十都掉在井中 要想一起偷胎离开同志岛 真是难上加难哪 倒不如撇下他们 一个人想法子溜了吧 可这岛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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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赵大哥 魏大爷 施将军 好久不见啊 一等通知伯 魏小宝接旨 弄在魏小宝接旨 奉天承运 皇帝赵曰 台湾澎澎湖一战 正军水师大败 潜明严平郡王郑克爽 不战而降 台湾就此归于大清版图 当年师郎贤居京城不用 得魏小宝宝剑 而立此大功 特此升魏小宝 为二等通池侯 加太子太宝贤 长子为虎头 应一等轻车都尉 签此 谢皇上 魏大人 想不到台湾居然也给平了 侍郎你等着 我慢慢再和你算账 我师父陈进南的死 和你大有干系 要不是我师父劝说你归降 郑克爽也没机会 在背后捅刀子 我师父也不会死 这笔账老子给你记在心里 石将军历此大功 皇上也一定给你 封了个大官吧 好 蒙皇上恩典 赐杯职为三等净海侯 恭喜恭喜啊 我本来是一等通池侯 升一级该是三等通池侯 小皇帝却给我连升两级 原来是要我盖过侍郎 免得大家都做三等侯 滋味不大好啊 这位是水师都司林兴朱 为君 林都司本来在台湾军中 因不满郑克爽的所作所为 投奔了朝廷 因他熟悉海事 卑职专程带来 让他照料台湾的船只 林都司 倒是和我之前认识的一个朋友很像啊 不敢不敢 在下弃暗投明 十大将军不计前嫌唯以重任 林某应万死不辞 唯决言 皇上召见了卑职 温言有加招实勉励了一番 最后命卑职来通池岛宣旨 皇上的意思绝也比我清楚 皇上给了台阶 我不能不顺着走啊 不过得想个办法让侍郎 乖乖地请老子坐他的船 先去台湾溜达一圈 然后再回京城面见皇上 这也正好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嘛 诗将军 听到这个炮声 我还以为是台湾战船打过来了 诸师把我吓了一大跳呢 没想到是你诗将军带兵来了 不敢不敢 卑职奉了圣旨 给绝言放礼炮呢 诗大人 你拼命来我的通池岛上放礼炮 原来是奉了皇上的圣旨啊 之前啊 我心中还嘀咕呢 还以为啊 诗大人 想在台湾自立为王 心中着实担心呢 卑职糊涂 揭下了维军爷 卑职理当守则 没事没事 维军爷 卑职从台湾带了些土产 不成敬意 请维军爷过目 国际也认为 明天 publishing 此刻 与者 送人 突则 送人 军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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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没有皇上的旨意 谁敢放你走啊 以前没有 现在有了 谁这么大胆子 庐中穷士 吴子虚 吴子虚 吴子虚是谁啊 是谁啊 我不知道 吴子虚是一个古代人物 天啊 小宝 你脑子惊叫唬了 惊愿惊愿 对 对啊 小宝 你就快告诉我们吧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庐中穷士就是师郎 师郎呢 也就是那个这个庐中穷士 自从师大人攻下台湾之后呢 写了一篇送阳国姓爷的狗屁文章 他自吹自擂 说自己是吴子虚 我呢 就给老师讲了一段戏文 说的是 吴王要杀吴子虚的时候 吴子虚说 你把我的两个眼睛挖出来 嵌在这城门之上 我要亲眼看到阅兵攻破城门的那一天 我要亲眼见到吴国灭亡的故事 结果 吴国还真的就给灭了 天哪 听你这么一说 那师郎还不吓得使尿都出来了 这不明明就是点透了师郎 要报杀佛之仇 想在台湾自立为王吗 哎呀 还是我泉姐姐聪明 师郎还真吓得是屁股尿流 自然就会带我们出岛了 唯一大人 讨厌 帅君来了 帅君来了 等着啊 走 卑职参见韦大人 卑职当真糊涂 连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 现在有人向皇上进了谗言 说我师郎要攻占台湾 想自立为王 这要是没有人证实此事 卑职就算是浑身是嘴 那也说不清楚 卑职想来想去 能救卑职之人 非韦大人莫属 哎呀 既然如此 那么 这做兄弟的 就只能勉为其难了 就算是赴汤蹈火 也要为师将军走一遭了 卑大人今后 有用得着卑职的立法 卑职万死不辞 你猜就会有关 就会有关 卑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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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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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伟大人 您品品这茶怎么样 好茶呀 好茶 您再尝尝台湾的土产 您尝尝 好 圣旨到 杯子出去接旨 好 伟大人好 伟大人 品品这茶 觉得这茶如何 要觉得好 我让他们再送一下 伟大人 伟大人 这事可糟了 尚语要弃守台湾呢 皇上为什么要这么做呀 尚语令杯子 筹备弃守台湾事宜 将全台军民尽数 迁入内地 不许留下一家一口 卑职询问了传旨的钦差 远了朝中大臣建议 台湾孤悬海外 议成盗贼冤毙 朝廷不亦控制 若排大军助手 又怕多费良想 因此决意不要了 石大人 你可知道 朝中诸位大臣的 真正用意是什么呀 难道无此虚什么的话 已经传至京城了 长颜道 好事不出门 恶事传千里 朝廷担心将军 真要做什么 大明台湾敬海王 那也是有的呀 那怎么办哪 台湾百姓数十万人 在这里安居乐业 已有若干年 义公道迁去内地 叫他们如何过日子呀 是啊 大清官兵一走 罗刹人紧跟着就会来战了 咱们中华百姓辛辛苦苦 创建的基业 拱手送给罗刹人 这 这岂能叫人甘心呢 这件事情 我看也并不是 全无挽回的法子 皇上是最体恤百姓的 大人只需为百姓请命 说不定皇上就答应了呢 对对对 多谢大人指点 不过 当我朝廷里已经有了什么风言风语 卑职在这般向皇上请命 似乎是不肯离台呀 这显得 显得忠诚之心不够啊 这会儿啊 我看你只有立即潜赴京城 将这番情犹面奏皇上 你人既然到了京城 那在台湾自立为王的谎言 你就不攻自破了 多谢大人指点 卑职明天就动身 台湾的文武官员 就请大人暂且统待 皇上对大人 那是最信任不过了 由大人坐镇台湾 朝中的大臣 就不敢有半句闲言了 你没有得到圣旨 擅自将兵马大权交给了我 皇上要是怪罪下来 那又如何是好啊 兵马大权如果交给别人 说不定皇上更会怪责 交给大人那是百无禁忌啊 另外还有烦请维大人 写一道奏折 就说大人忧心国事 特来台湾坐镇 请涉善砖之罪 再提一下 台湾百姓安居已久 依大人在台亲眼所见 似义不撤回忆 我大字不识 这作者还是由大人你来写吧 好好好 卑职愿意效命 到了京城 别忘了一件大事 大人可不要忘记了 什么大事 好 花拆花拆 花拆花拆 这里人多 我们换个地方去收 好 你这次平台功劳不小啊 朝中诸位大臣 每人送了多少礼啊 这是仗着天子威德 将士用命才平了台湾哪 朝中大臣可没有出什么力啊 侍郎啊 不是我说你 你一得意 这老毛病又犯了 人人都知道 平了台湾这金山银山 你一个人独吞发大财了 朝中那些大臣 哪一个不眼红啊 大人明见 我侍郎要是私自取了台湾 一两银子 叫我这次去京城 被皇上千刀万剐 凌迟重死 你自己要做清官 不能让人人都陪着你做清官哪 你越是清廉 人家越说你坏话 你 你就说你收买人心 图谋不轨 你这次去京城 是不是准备两手空空啊 什么都不带啊 台湾的土产 好比木雕竹篮草席 皮箱之类的 倒是可以带一些 好好好 送皮箱也好 可是里面个个都要装满了金元宝 那就更好了 多谢尔伟大人哪 卑职这一次又险些闯了大祸呀 你侍郎是个大清官 这么一大笔钱 恐怕一时半会儿 您拿不出来吧 是是是 这正是卑职为难之处 这事我来帮你操办一下好了 你把他们都召集起来 好 谢伟大人 诸位大人请听我说 上狱要弃守台湾 这关系到台湾百姓 和诸位大人的前程 本官深感忧心 幸亏伟大人指点弥津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本官决定亲自去京城 向皇上请命 请皇上重新斟酌弃守之事 自本官离台之日起 军政事务 暂由伟大人全权熟离 伟大人是皇上 最为倚重的大臣 伟大人担此重任 怕是最合适不过了 是啊 伟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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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大人 这客套话我就不说了 咱们就来点实际的吧 这次施大人上京城 是为了众百姓请命 倘若要是不成功 那么在座的各位 很有可能就要家破人亡 这请命费总不能要施将军一个人垫覆吧 各位老兄 都想想办法 各自分担筹措一些吧 是是是 正是 诗大人是为了 诗大人 为大人所言极是 诗大人是为民请命 这笔费用怎能叫他破费 这笔费用 应由我们大家共同凑齐啊 是啊 是啊 诗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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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大伙都没什么意见 就各自分头 筹措去吧 告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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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请 请 请 好 好 多谢伟大人 替卑职解了燃眉之急啊 不用客气 大家出钱你出力 天经地义嘛 大家凑了三十几万两 我又命官库垫了六十余万两 凑成一百多万两 我写了个单子 谁多送 谁少送都写清楚了 你看着办就是 卑职感激不尽 告辞了 好 好 好 卫大人 这个侍郎是个粗人 你替我盯着点 这朝廷上上下下 那可都不是好对付的呀 别让他把话给说漏了 卫大人说得周到 在下这就去办 好 快点 快点啊 来 这次侍郎将军赴京 这请命废算来算去 总还是差了一百多万两 没办法 为了全台湾百姓着想 我只好将历年的思绪 还有七位夫人的珠宝首饰 一股脑又凑了一百多万两银子 交给石将军 带去京城使用打点 带你们台湾做官啊 真是太难了 兄弟这只是暂且熟理 这第一天上任 便亏空了一百多万两 兄弟这可是 倾家荡产 全军覆没了 为大人爱护百姓 为民父母 这乃是万家争佛 除了公库垫款的 六十多万两银子要偿还之外 为大人这一百万两银子 自然也要由全台百姓 负责偿还的 你们大家说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 是啊 我们得还贼的 我们得还贼的 我们得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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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每人都捐了银子 个个都弄得 两袖清风什么的 这个 我心里面清楚得很 你们官儿大的 垫了万八两 官儿小的垫了几千两 几百两 大家齐心合力 为了是什么呀 还不是为了 全台湾的百姓啊 是 是是是是 为大人说得极实 对为大人说得极实 是啊 这些个银子 总归还是要地方上归还 我们这些做父母官的 也不能想老百姓 要什么利息 咱们就吃点亏 把本钱拿回来 也就是了 这叫做 爱民如子嘛 这国姓爷的相貌 当真是这个样子吗 好 回大人 这肃像 和国姓爷本人是挺像的 国姓爷是读书人出身 他虽然是大英雄大豪杰 但他的相貌 确实是文雅得很哪 原来如此啊 这两个人是谁啊 这个女的是董太妃 这个男的是四王爷 什么四王爷 什么四王爷 四王爷 就是国姓爷的公子 既认为王爷的 哦 你说的是正经吧 乖不得呢 跟正客爽有几分相像 我师父陈俊南的相呢 陈军师的相还没有 你 这个董太妃坏得很 快把她给我拉下来 赶快叫人去 宿我师父陈俊南的相 然后让他在这上面 陪伴郭姓爷 喳 回大人有令 推倒董太妃相 换上陈俊南陈军师肃相 砸死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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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郭姓爷 你是英雄豪杰 我向你磕头 想来你也承受得起 这个老女人 坏了你的大事 她每天陪在你身边 想来你必定要生气 现在我帮你把她赶走 让我师父陈俊南 来陪你 报 报 韦大人 施将军回来了 还有一位秦差大臣 带了圣旨 请韦大人到码头接旨 皇上的圣旨追到台湾来了 哎呀 该不会是杀头的圣旨吧 哎呀 该不会是杀头的圣旨吧 我会不会是杀头 还会不会是杀头的圣旨